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全國總動員的狀態 我們現在重點的工作是在讓非洲豬瘟能夠阻絕在境外 但是在境內 我們也必須做更好的防範 所以我們剛才看的廚餘的處理 其實就是在境內防止疫病流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要確保廚餘在養豬的過程當中 廚餘是被蒸煮過 而且是能夠有足夠的時間 也就是在90度以上能夠蒸煮一個小時 讓病菌可以消滅以後再用在養豬的目的上 我們也請農委會能夠儘速地來研理辦法 務必在最短的時間讓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使用合法 而且符合標準的廚餘的養豬戶 可以在政府協助之下 能夠儘快地轉用飼料 讓我們因為廚餘而傳染的這條路徑 可以被有效地掌控 我們也希望農委會能夠儘快地拿出行動方案 跟配套措施來做最有效的處理 另外 整個養豬產業的升級轉型 就在這次我們一併來處理 我們才能更有效地來阻絕這些疫病的重量 謝謝